有一位叫做弥勒露巴格 应该是弥勒露巴 他是从善恶道来转世的 修道的过程很辛苦 是否可请有讲述他的音源及修道过程 他的名字是哪四个字 谢谢 有我们那个房间 就是我们社会 只要去买 有他的那个传记 就是他的用那个故事写出来的 以前都是在那个车站 那个公共场所在送给人 弥勒露巴 他的生的年代是在西元一千 大概一百 一千一百年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是西元两千 零 二零一零 他是一 大概一一零五 还是一一五零 那个时代 那个弥勒露巴 因为他的那个修制构成 他就是 很忠厚老实 被人欺负得很厉害 后来他去学那个法术 杀很多人 用法师来抬人 抬很多人 很多人 结果他们整个村庄的人 就是很怕看到他 看到他 会怕他被用那个法术杀死 所以他就讲说 我怎么都变成魔鬼了 大家都怕我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转换 转换思想 说要去学那个修道 学那个比较好的 那个时候 就转变他的那个观念 转变观念以后 就去拜一个马尔巴 拜那个师父 那个师父 就是一直要磨掉他的那个杀业 他杀死很多人 磨掉他的杀业 那个过程 就是我们人都很难忍受 很难去忍受那一种 那个过程 然后他修到成就以后 人家说 你是不是已经累世修 然后来成就的 他说不是 他是从三二道来 那个是米勒路巴 自己本身讲的 那个修持的过程 那个记载都蛮详细 我们去买 去买也很便宜 因为在那个车站 以前或许在那个台北西站 有一个那个赠送的 三书赠送 大概要整十分 我看到我贴的都没有了 然后就分给我们道庆看 那个外面很容易买到 那个米勒路巴 哥有看过吗 没有啊 那个外面哦 应该 后续是十样的 好好 我们老子宿那个乐 我们老子宿那个乐 对 这是美勒路巴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是修持的过程 大概我们最近这个一世修一世成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最好的一个一个人 他的那个修道过程 很艰难 很艰难 要买 买到 没可以吃都去吃鸭菜 吃那个 就是外面能够找得到吃的野菜 然后吃到全身都变绿色的 全身都变绿色的 人家看到他以后说 你是人还是鬼啊 他说我是人啊 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啊 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也修道灰 在天上灰啊 小孩子都看到他在天上灰 他说这在天上跟小孩子玩 那个美勒路巴 可以买那个来看 那个比较详细 我们讲的时候是一个开类